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我們來到這個節目 我想主要的主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多說一些關於在香港推動社會經濟 具體實踐的計劃 其實是做些甚麼 為甚麼而做 他們遇到一些困難挑戰 或者成就些甚麼 今天我們會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本身是理工大學社會經濟團隊的代表 亦是社會工作的老師 我們今次討論會有很多朋友的嘉賓 主要就著兩個計劃 一個是合作社 另一個是互助服務團隊的計劃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經驗 不如先請同事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香港富裕勞工協會的同事 我叫阿瑩 大家好 我是論社輔導會 我們正在營運一個 叫做護衛人才市場的計劃 我姓焦 焦家章 還未介紹過我的名字 陳鳳儀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中文大學女工合作社的社員 惠怡 我也是中文大學女工合作社的秀團 是 我們彼此大家都很熟悉 開會見面 今天和大家分開幾個部分 去談談經驗 我想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談談 我們正在做一個社會經濟的計劃 今次是一個合作社 互助服務團隊 都想看看他們 在一個什麼社會環境下 同事會有些想法 以至是姐妹會有一個動機去參與 我想開一個小小的頭 因為今次的網台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可能有興趣知道 我見到有個哥仔幾年前 也很流行 即是我的小小飛機場 那些年輕人說 有一首歌很興奮 就是 哪一個發明了上班 我覺得很有趣 他們有很清新的聲音 但也說一些小人物 在城市內生活的訴求 或者一些心裏的感覺 他就說 誰發明了上班 上班到我越來越窮 也說上班 將靈魂賣給大財團 又阻礙了很多 更加藝術的發展 更加多人的潛能 可能性都不能發揮 還有上班很忙 很多事都沒有 有意思的事 沒有辦法做完 希望渴望一個平原 不只是說一些股票 炒樓 買樓 這些事情 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去講一下生活 我想在年輕人的心目中 其實都發現了 我們整個城市生活 都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的研究計劃 即理工大學 我們這個社會經濟研究計劃 又提出了 我們希望多些 搞走經濟 例如其中 我們就說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實現 跟剛才那首歌 所提到的問題 就有一個 希望帶來一個盼望 就說 立足社區 互助合作 以及民主參與 這幾個原則 都說可以在一些工作環境內 讓人好好發揮 希望我們今天的討論 可以 不只是挑買航空 都讓大家看到 有些盼望 有些工作可以做到 以人為本的原則 我想在這裏 就想開出 這些這麼正的工作 這麼好的工作 為何會出現 因為我們兩邊的朋友 都是大約在2001年 開始的計劃 我就想用第一個圖畫 就想跟大家講講 第一個部分 就想談回 在一個什麼社會環境下 會出現我們 一個所謂社會經濟 以至今天說 合作社和互助服務團隊這些計劃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 都不斷在數目市裏面 可能包括年齡歧視 可能包括當時也沒有 什麼所謂工資保障 也有很多 要合約制、外判制 在這個數字人生裏面 好像在找出路 都有很多擔心 我不知道大家 你們的參與計劃 其實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不如邀請合作社和姐妹說 好了 2000年 我們是2001年了 惠儀 2001年開始 在中大 婦女勞工協會 都幫我們有一個工作坊 我們一大班姐妹就會參加 做什麼呢 真不知道做什麼 就是影印 因為當時我們的工作不宜 很多廠搬到大陸 沒有工作 一班婦女 然後婦女協會工作坊 又得到學校支持 學生會支持 我們終於營運組 做一間合作社 小賣店 很開心 為而補充 其實當時 好像Pauline所說 我在2001年的時候 因為工序不移 我失業 所以當時是有點彷徨 當時 因為那間公司服務了26年 其實應該賠償很多錢 因為我們是建工的 他不給工種我們做 我們就沒有工資了 回去在那裏磨時間 當時我是問勞工法理 認識女工會 然後女工會的職員 就跟我說 中大有一個 留影服務的工作坊 問我願不願意參加 當時我就參加了 參加了之後 當時很多人去學 因為2001年實在 那段時間 真的很難找工作 而且那些婦女 別人選擇你的年齡 年紀大 她不會聘請你 學了留影服務 有十幾個姊妹 記不記得嗎 很多 當時一個星期 三四個小時 工作 很少工種 學生會的學生 很支持合作社 本來我們現在在做這個地方 是被大財團做的 被麥當勞 七十一都做的 但是學生反對 反對 最後被女工會 不 女工會的美蓮 播我們 願不願意做 如果願意做 我們就投來做 最後我們都說 好啊 多些工種做 做一做 越來越 對合作社這件事 發生了興趣 那就做到現在十年了 就是這樣 時間真是快 是啊 是啊 當時的背景 找工作很不容易 是啊 是啊 再培訓 或者看出來的勞動市場 其實 都是只有望子 是啊 你再培訓 其實也是 什麼 我也在培訓 我也是讀過 監務助理 我培訓完之後 因為 也有做過監務助理 但是 也比較 怎樣說 可能自己不適應 那個事頭 我做一份 就已經 打沉了我 哈哈 他看著你做 不停地做 那些汗 啊 是這樣 就是 你做兩個小時 就沒有呼吸 真的沒有呼吸 所以 我不適應 這樣 就不要做了 是 那 蕭先生呢 你哪個計劃 開始都 2001年 那一個環境 是的 是的 這樣 在這個 2001年的時候 其實 那個經濟環境 或者社會的環境 我估計都是很差的 當時 剛剛 政府 來成立了 五間單親家庭中心 五間的新內港中心 有十間機構 來營運 那 倫社輔導會 是其中一間 就是 營運在新界東的 單親家庭中心 那 在那個時間 其實社會福利主 亦推出了一個計劃 就專門給了一些 單親人士 就叫做 因葵計劃 那 現在大家可能 會認識一些 就叫做 因曉計劃 那之前是叫做 因葵計劃 他的英文名 就叫做 Ending Exclusion 的項目 那 我們去營運 一個單親家庭中心 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正正去 看到 一群 就是 要照顧家庭的 單親 其實是會出現 一些 所謂 Social Exclusion 所以 當時社會署 推出一個 叫做Ending Exclusion 的項目 其實某個程度 是一個 合適的計劃 不過 我們會發佈 補充社會排斥 是 令到那些基層 不能參與 很多社會活動 經濟 或者 認識多些朋友 做學習都被排斥 所以就有這個計劃 是 是的 我們 當時 我們是接手去營運 一個單親家庭中心 的時候 我們都 只看見 單親他們 對他們來說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出來工作 正說 英國發明了 打工 但對一群 全職去照顧家庭的單親 甚至想出來打工 他們都不能打工 因為 某個程度 他全職是要照顧家庭 因為他全職照顧家庭 其實很容易 跟社會脫節 或者是欠缺一些資源 其實正正會出現一些社會排斥 因此我們當時會考慮一些不同的方式 如何去幫助一些單親的家庭 或者一些單親的家長 可以融入社會裏面 所以我們就一直去發展 到今時今日我們有些叫做互助服務團隊 待會我們再去詳細介紹一下 是甚麼東西來 我簡單說一說 其實我們在起步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是會的確會參考一些 所謂類似時分券的 叫做Local Exchange Trading Scheme 即是一些在內部社區裏面的 一些服務交易 其實我們那個最主要的目標 都是想想有甚麼方式 讓一些被社會排斥的單親家庭 它能夠去融入社會 或者接觸社會 當然我估計很多人都會想做義工 但在這十年裏面 其實我們一直在摸索 我們都是不斷反思這些問題 但大致上來說 我們和你們的背景都會有些接近 從2001年開始 因為我們是營運一個單親家庭中心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在找一些更好的出路 讓一些單親家庭融入社會 我們甚至會覺得 可能我們這些互助服務團隊 長遠想他們有更好的發展 可能都會來效法你們 去發展一些合作社 其實這樣說回那個年代 都是比較辛苦 需要率高 即使即使裝滅了少許再培訓的技能 其實都不容易找到一份好工 以至下了綜援網 其實就會有一個標籤的效應 令到它比較弱 經常要依賴綜援 或者成為一些所謂福利的包袱 其實生活中不容易過去 但我估計 其實我們一起談 亦希望在這些數字人生裏 我們會否看到 在民間社會 其實我們都不斷活躍 希望人在裏面 都會有積極性 好像這個圖片 都想是一個不斷進步 不斷突破一個框框的人 或者一班人 去開創一些新的可能性 如果在這裏 我想剛才兩位剛剛說 這些計劃 好像一個新生的嬰兒 即是出生了 其實他們是怎樣養的呢 這個嬰兒 即是這個嬰兒帶來希望 具體來說 這個工作的性質 是可以令到所謂排斥的問題 可以去挑戰 即人們可以更加多參與 或者大家找工作 都可以找到一份有尊嚴的工作 那可否我們接下來說 除了講小環境的變遷 我們又談談具體 這些計劃其實是在做些甚麼呢 我想都可能有些朋友未必那麼認識 那可否先看看我們合作社姊妹 你們所謂合作社這個計劃 其實是如何合作呢 你們的工作的情況 和一般打工仔有甚麼不同 很不同 我們是公平自主 公平分配 共同決策 對 共同決策 和打工是不同的 因為你打工有老闆 他叫你做甚麼你就做甚麼 做完工就離開 放工就離開 我們也是放工就離開 但我做事有理念 合作社是不同的 有合作社的理念 就是說 你不是只是打工的 你來到這裏做事 就要一起去相處 一起去營運著一間店舖做事 我們就 一班姊妹都約10個 然後就有分上班 日班 夜班 我們就一起去分配 分配工 時間 小賣店裏面的工作 對 工作 無論是訂貨 或者 天班 日常的運作 對 如果我們整班婦女 其實就要照顧家庭 如果我們出去運一份工 又要照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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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靈活性 沒有那麼好 我們就不同了 我們有低互相遷就 又照顧家庭 又有份工 又有收入 幫助一下 這是一個很好的社會 一個很好的現象 開始有一個合作社 就不同了 有時候去一些公司上班 那你的時間 當然是老闆和你編排 一至五幾個點 至幾個點 但我們合作社 就有靈活的編排 譬如你那天 喜歡要複診 好像很簡單 一件事 複診 如果你上班 就未必時間 如果我們做合作社 可以說 這天我不上班 自由分配 或者我兒子 學校有甚麼安排 要回學校處置 又可以休息 即是比較靈活 合作社 大家的社員 互相遷就時間 我相信 的確對一些 照顧家庭的婦女來說 特別我們做開單親家庭中心 其實我估計家庭角色 的確是限制了婦女去工作 我們會發展一些社會共用計劃 或者發展一些 現在的互助服務團隊 其實我們會看到 那些婦女 他們能夠成功發展 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可以克服到 他們的家庭角色 因為如果在自由市場 自由的勞動市場來說 其實他們是 正如你們所說 沒有了一個自主權 即是老闆說 你幾點鐘回來 就幾點鐘回來 可能他有照顧家庭 或者小朋友要去看醫生 或者有老人家要去看醫生 老闆就不會讓他隨便說 不回來就不回來 因此我們會看到 一般婦女 他們現在還未叫做合作社 他們用一種互助服務團隊形式 其實他們的營運方式 都是找一些 他可以去做服務 去幫人的事 但那樣東西 他有自主權 即他可以何時不閒才做 因為對於單親家庭來說 他們某程度 就是全職來照顧家庭 就是照顧家庭 煮飯 一頭家庭 全部都是負責的 其實他可以再去做工作的時間 是很少 還有很有限制的 所以我舉一個 譬如說 剪頭髮為例 其實我們在開始的時間 都是一班的婦女 他們是 純粹是想省些錢 所以她就想學會剪頭髮 幫自己的子女去剪 就可以省得一點點 我們當時也很感謝 其實在01、02的時間 那個經濟環境很差 的確關心貧窮的人不少 有其中一個 就叫做教會關注 失入行動基金 他其實給了一些錢 我們 就是用來培訓婦女學剪法 而且他們就可以學識之後 他們就可以去老雲中心 或者老雲院 做義工 幫人剪 這個基金 每次會給他們一些 周居津貼 他們就可以 小朋友回學 或者在一些有限的時間 出來做一點點服務 當基金是用完之後 其實有一些老雲院 或者老雲中心 可以用開他們的服務 我們就會跟他們去談 沒有錢了 不如收回一些錢 有很多老雲院 或者有些老雲中心 因為他們太多免費移工 他們覺得收錢我們不做了 很多老雲院 或者有些老雲中心 覺得好 合作開 收回一個老雲家 每人十元的錢 然後就給回婦女 但我們發現到 當他們不是免費做義工 他們反而是收費的時候 看到那些婦女的投入 責任心 或者積極性 而且他們學剪法 做義工 剪了一段時間 質素其實是越來越好 是的 所以他們是這樣 組織起來的時候 他們就自己調配人力 例如A 老雲院社 可能只是星期三下 才需要人剪 B 老雲院社 可能只是星期六 他們就像你們這樣 有個自主性 這天你有空你做 這天你有空你做 我們就開始慢慢發展了一些 不是單是做義工 是收費的 一些這樣的服務 即展法 陪診 之餘此類 是的 我想剛才大家都提到 在加特蘭的時候 但其實身邊有些朋友 幫助 去推動 令到有意思的 又有回報性的工作出現 我想我們 不如就聽回多一點 其實在合作社成立的時候 是否有些什麼朋友幫忙 例如阿招商 去提到 去教會那邊 其實都有一個推動力 所以我們會看到 社會上原來是有些人 大家出多一分力 其實就會越來越多 這些那麼好的計劃出現 是的 我們的計劃就是 一開始很艱辛 是的 因為沒有錢 沒有錢 都有一些支持合作社朋友 他有一些免式派款 有些就捐贈 所以我們都很感謝他 是的 老師 老師教授 他很支持的合作社 因為都擔心我們的 初初月內 他們都不認識你 也不認識 不認識的 就說你一班女人 這樣做一盤生意 是嗎 會蝕的 是 你蝕了又怎樣 他或者… 給我們摸一下 是 對 當然他也是很有心 但我們自己也會出少少少錢 一起運作 你蝕了怎麼辦 我們又很努力 就真的得到… 真的很好 我們很便宜的工 很有心機去做 做少少錢 但終於捱到 借有錢 還給我們 借給我們 是的 沒錯 這是我們最大的 真的很驕傲 真的很合作 他們一起 有人借錢給我們 又不認識我們 又不知道 我們也沒有港帳 這班人 真的說 所以事後有些教授說 哎呀 當時我們都很替他們擔心 很害怕 不是擔心他們的錢 擔心他們的錢 最後見到我們 不知道第幾週年紀念 就聘請他們上來 哎呀 我很開心 看到你們做得這麼成功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憑著憑力 是的 所以我也覺得 他們在合作社的模式 或者原則裡面 參與性 令到跟外面很不同 外面可能是 我老闆賺錢的時候 你可能都說 我賺錢 都挺開心的 但沒有自己去參與 在盤生意中 自己參與的度 越高的時候 你滿足感 或者所得到的成果 結果你會更開心 是的 令到這九個十個女人 都很自信心 現在有少少 你爆棚 還有真的很開心 就是說 我三方正是合作社 我最初做家庭主婦 或者去工廠工作 只是上班 下班 打理家 但不知社會上 有很多文化的東西 就不太認識多 如果參加了這個 就多了很多 是的 沒錯 其實我很同意剛才的說法 就是你們的自信心 大了 強了 其實我們也發覺 對一班單身家長來說 他們真的有些工作機會 賺到一些錢 他們有工作的權利 他們自己整個人的自信心 開朗了 都是非常大的 是的 所以我們覺得 其實工作對人是重要的 其實我們剛才單身家長 不是沒有工作的 不過可惜就是 他們在家裡的勞動 是沒有人可以應許的 但當他們能夠幫人剪頭髮 帶一些老人家去覆診 做一些工作 他能夠自己賺到一些錢的時候 對他們整個人的自信心 自尊心 我們都覺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好 不如提到一個快樂的工作 有工作的權利可以做得到 我想中間應該有些很具體 很特別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如我們下一節 我們又講一下一些很特別的經驗 以至我們可以再展望一下未來的發展 會遇到什麼挑戰 成就了什麼 整體上 或者是未來的困難會在哪裡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好 不如我們今個時間 多點去看這些社會經濟計劃 其實具體是做些什麼 還有我亦都覺得很有意思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做的人 他覺得自己自豪 是來自一些什麼的經驗 到底你們的驕傲故事是怎樣的 大家可以去談一下 我相信當中是 譬如同學生的關係怎樣 你們怎樣服務他們 可以說一下有些深刻印象的故事 很開心 首先說一下我們在哪裏 為何會同學生 在中大 我們在中大校園範圍 一間小賣店 近哪裏的 近令池 近令池 賣什麼 我們賣一些小食 魚蛋燒賣 雞腿 雞翅 糕點 那些 炒鹽 很精心炮製茶葉蛋 因為姐妹拿些茶葉蛋 因為姐妹拿些茶葉蛋 我們做的就用一些藥材 加進去 很漂亮的茶葉 所以做到一些很香的茶葉 跟外面那些不同 跟茶葉蛋不同 對 貴一點點 這些料貴 所以很好吃 為什麽呢 下藥材 驅風 中大又高 很多霧水 關心同學的風濕 姐妹是這麽說的 對 真的好 跟同學的關係很好 好像親人 好像子女 我們做了媽媽的角色 關心她 哎呀 你來買東西 如果你有喉嚨不痛 讓我聽到我們 不買給你 哎呀 不要吃辣椒油 吃糖水 哎呀你咳了 不要吃糖水 會惹談 就是這樣倒米 會是一個很喜歡 跟同學一起的交通 聊天 另外我們也有些同學 跟我們做特奸 對 基層關注少了 對 那班同學非常好 簡直是一個親人 對 他幫我們 讓我們收工 因為我們要回家了 11點半 他們會幫我們 做多一個多兩個小時 照顧住宿社的同學 沒有東西吃的 因為我們周邊的餐廳已經收了 我們就幫忙做義工 在這裡幫我們收工 這個其實 我覺得 真是一個 在小賣店裡 一個很有特色 因為現在很多外來生 即是內地生 他們來到香港 晚上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他們就會在我們 店裡的門口 那幾張桌 互相交流 和同鄉聊聊天 因為宿舍始終都是小 對 不可以大班人這樣聊天 對 所以我們那裡 變成他們的聚腳點 這樣 很好 當中他們不只是聊天 有時候 大家跟我介紹 即是聊天的時候 交流的時候 就說 怎樣關心基層 是 是 說一下 基關組裡面的 有什麼活動 怎樣去探訪 等等 讓他們認識多些 原來他們真的要關心基層 因為做特間的同學 他們都要做基層關注小組 才可以進入特間 基層關注小組 就是關心香港的基層 好像我們都有陪他們下去 探清潔工 問問清潔工的工作情況 或者探訪廣告員 看看他們的老闆有沒有剝削他們 我們都有這些 因為很多時候 社會裡面 那些 不知為什麼 外判了之後 最辛苦的那個 就是人工最少 得不到他應該有的工錢 其實這個是很剝削的 最辛苦是他 但得不到 我們要關心一下 塔房 有什麼事 為什麼 有什麼途徑可以幫到手 反映一下 這個真的很好 課本裏面 也都是通識教育 不是在書本裏面得益 在社會裏面也得益多些 所以我想在座兩位都是大學生的老師 來自基層社區的朋友 其實也有很多愛心 也有關心 我知道很多畢業的大學同學 都回來探班 或者持續他們對於社會有很多問題 他們的關心 可能有些也會在民間團體裡面 繼續工作 沒錯 我知道你們剛剛開學 大學 你們也很主動讓別人認識你們的工作 去建立一個良好的關係 跟社區很密切 很有信任 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 最近你們很忙 去出席他們的活動 我們9月份就說真的很忙 每個禮拜都有兩三樣活動 幾層關注小組 有新的同學生加入 認診會 一起參與聊天 每天都有一些 給他們認識一下合作社 對 我們說真的不在業的工作中 同學生也知道了 就回來支持我們 一起交流和同學生聊天 對 和迎新 有工作坊 他們也有 也有音樂會 在電視旁邊 唱歌 真的很開心 對 又說一下合作社的理念 原來很多 不知道何叫合作社 尤其是內地生 內地生他們不知甚麼是合作社 以為大陸都有合作社 對 有些不同 對 跟香港的合作社有少少不同 就是一個很具體的說法 就是你們真真正正正正正中 如何立足社區 以至帶動同學關心 一種民主參與社會的途徑 以及如何看到一些所謂的基層的生活處境 希望他們亦都出了分歷 我想社區對於這些社會經濟的實踐絕對是重要的 焦先生知道你們的社區很大 不單是一個校園環境 亦都很多區都要有網絡工作 可否介紹一下你們的社區工作是怎樣的 好啊 好啊 我剛才很認同一樣 這些合作社經濟和社區經濟是一樣好 和其他自由經濟很不同的就是那種人情味 剛才他們說得很好 在他們整個小賣部在中大裏 但和所有私生和人際關係是多麼密切 和一班依依真的像家長那樣去愛惜同學 我相信在我們做這些另類的經濟 其中一樣很特別很不同的就是那種人情味 其實是很濃厚或者是很重要的 我手上有一本書叫做《我的驕傲》 這一本書來講其實就是一些來 我們單親家庭中心做實習的一些社工 他們就是來幫忙去見家長 慢慢跟他們聊天 然後在那個面談了解他們的情況 就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 就寫了十幾二十個這些叫做《我的驕傲》的故事 我們也相信其實是由我們單親中心 一直到今時今日這十年裏面 現時來說我們每個月都起碼有百多個這些家長 剛才提到在整個社區裏面 他們一直在做很多的服務 我們一直都覺得其實是真的很為這班家長 一班已經是全時間去照顧家庭 然後仍然是能夠服務的社區 真的覺得是為他們引以為傲的 但原因就是其實他們現時來說 是每個月固定地有百多個家長 他們在服務中的人數 是說千多個腦弱傷殘人士 陪診有超過一千個 有些陪一個小時 有些可能是陪七、八個小時 來穿梭於全港九新界不同的醫院、病科 其實整班家長是真是他們樸樸封塵 四處奔奔跑跑 還有某個程度是要很獨立 因為出到外面 可能他們要面對很多不同的風險 不同的事情 他們是很獨立去處理一些事情 他們也都 譬如剪頭髮 每個月都有幾百個老人家的頭 等著他們去那些老人院的社會幫他們剪 近期他們因為有微軟的資助 其實每個月有超過一百個老人家 或者一些新來港基層的人 他們可以很廉價 十五元就學四堂每堂兩個小時的電腦課程 所以我們有些做電腦導師 他們是做得很開心很成功 就是因為他們有班粉絲 即是那些老人家那些 跟著他們學的父女 跟著他們學電腦 就像是他們的粉絲 因為那些老人家覺得跟著他們學 是容易學很多 因為他們跟著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可能太快他們跟不來 所以我們會看到 即是有一個工作機會給他們 我們看到那個成功 其實就是剛才那種 其實當中是很有人情味 好是一種互相關心 互相去幫助的一件事 我舉一個例子 他們做清潔才算 我們一直都多謝 真的有不少不同的人 譬如剛才提過 可能是因為有香港微軟 來支持他們 去支助他們導師費 他們其實現在可以是 四十至六十元一個小時 來做導師 我們另外也有佛教基金 去買他們的服務 因為有些獨居老人 或者拿中門的老雲家 他們未必寫得每個小時 四十元或者五十元 請婦女幫她做清潔 大友善老雲家家 有些東西真的無法清潔 如果我們要婦女做義工 二十元一小時 我們又覺得要她做廉價勞工 對一個婦女 已經是全時間照顧家庭 出來又要她做義工 收二十元一小時去清潔 我們又於心不忍 覺得好像要他們做廉價勞工 我們覺得很感謝有這些 佛教基金 他去津貼老雲家 賣他們的服務 等我們要扶餘起碼 他都會給外面的 所謂一些的家務助理 收便宜一點 四十元或者四十元一個小時 但我們的家長他們很開心 照顧家庭的時間 他可以自己和老雲家就到 上門幫老雲家來做清潔 我聽過他們的故事 我自己都覺得是幾開心 幾感人 他們會想到 家裏和一般的家務助理 都有點不同 因為他們上去見到 老雲家有一把風扇 有沒有搞錯 黑媽媽這樣 可能是一般的 做兼職 或者家務助理 上去做完表面功夫 趕著便離開 但我們的婦女上去 不抵得頸 幫他拆下來 因為我們的婦女 也有跟 譬如聖亞國覆盟會 他們有些家居維修 他們學會一些的東西 所以他們見到 不抵得頸 拆下來 幫他洗得乾乾淨 整乾淨的風扇 老人家都很開心 多謝錢多謝後 還有老人家 會知道他們準備上來 幫他做清潔的時候 有時煮好糖水給他們吃 那些婦女幫我老人家 整乾淨的風扇 整好他 可能是超時做事 但他不只是金錢的回報 老人家那種開心 那種多謝 那種滿足 我覺得在我們這些合作社經濟 或者他們現在做的 互助服務團隊的經濟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不同的元素 或者很重要的元素 以至我們一直都覺得 這班婦女的工作 是他們的驕傲 或者是我們的驕傲 就是他們很有那種的人情味 人際關係 是用心去幫人做 我簡單覺得就是 譬如今時今日 我們能夠有六七十個 這些婦女 每個月有過千個 這些老弱傷殘人士 來找他們去做陪診 去做這些服務 其實我們一直都相信 就是一班婦女 她是用心去幫人 我相信陪人去覆診 幫人清潔 誰不懂做 但好像你們所說 有那種人情味 明知你是傷風 或者不適合糖水 我不賣給你 我不蝕本 或者不賺那麼多 我都不賣給你 都是先關心你的身體 我認為這才是那種 我們現在所說的 這些另類經濟 或者這些合作的經濟 以及他們建立那種 自信心 建立人與人之間 那種互相關心 互相幫助 那種的寶貴 所以我想 大家可以分享 食物的製作 和學生的相處 以至是婦女 關心老人家 這些工作 或者我們稱為 都有一種 賺取回報的經濟活動 裡面 是有一種另類性 那這種另類 就是 另類的意思 可能就是 我們主流的一些 工作世界裡面 我們現在都要多發 好省底下 少許成本 但我們看到 一疊疊的發餐店 就越縮越細 都成不飽 多些去考慮成本的效益 但是我想 我們社會經濟的朋友 其實就加了很多價值 在這些食物 或者在這些關股服務裡面 那 是不是 那一類的服務 社會大眾 是否會欣賞呢 我想剛才看到 社區是否支持 都很重要 但是我想都需要分開一些好的 一些進展 一些消息 譬如 中大的合作社 女工同心合作社 之後 其實 婦女勞工協會 其實有 另一個新的合作社 可以推動到 亦都有一些 資金的來源 亦都幫助推動新的合作社 希望多些團隊 可以形成成社會氣候 不如你又說說 新的合作社的情況 其實女工我都看到 已經經歷了中大 差不多十年了 除了 剛才分享了很多 經濟上 情感上的發展 還有 看到婦女 開始越來越有信心 越來越有自信 我們都覺得 可能合作社 就是真的要 是時候要再 推廣一些 等到其他更多的人 都要了解多些 合作社是甚麼 或者其實學生上 都要想知道 從學生開始出發的時候 都要推動我們 關心社會上的問題 了解多些情況 女工會在去年 在馬鞍山廣尊 開了一間 叫做女工合作小賣店 買的形式 跟中大都差不多 都會有些小食 有魚蛋 燒賣 但是馬鞍山 他們都會買了飯 其實在我們推動小賣店的同事 其實都想再推動多些 其他社會經濟的活動 例如我們都會聯合同學 老師 會否會 搞一些公平貿易的工作坊 想連繫多些 為什麼我們不是小賣店 在學校想告訴學生 除了做生意之外 我們都想推動多些社會經濟的活動 想說多些有關 為什麼我們要合作社 要在這裡 跟外面的小賣店有什麼不同 你走出附近的商品又有什麼不同 在我們吃粒魚蛋 跟外面吃粒魚蛋 原來的意義其實是有不同的 我都覺得需要發展多些 跟學生說多些 有關於社會經濟的事情 令他們知道多些 為什麼我們要推動這件事 我聽大家分享 其實很不簡單 這個工作 放了很多附加價值 在所謂賣物和關顧服務 我聽大家說 比如這些工作 我們要賦予意義 我們要做得快樂 又要付出愛心 又加很多點點滴滴的人情味 另外我想在合作上 其實也有些特色 就是要經常開會 很多要求 因為背後也有些原則 要民主決策 自己也要管自己 有交易 我們要怎樣正面去看 變成所謂一種民主的學習 才是正野 而是第三個層面 又要參與社會 去關心社會多些 我知道 在所謂社會意識提升的部分 那些姊妹除了看舖之外 其實也要參與在一些團體開會 以至一些遊行活動 都要表達一些基層的聲音 這個工作很忙 最不簡單 所以賺錢以外 其實有很多附加價值 不如聽聽你們說 其實有多忙 由個人開心 去到經常要開會 去到還要參與很多外面的活動 都是開心的 因為 發覺我們都認識多了很多東西 以前做家庭主婦 在家裡 分割下班 來到這裏 社會上有些什麼 很不公平 或者 看到有些老闆 對下屬不太好 外判有些什麼弊處 我們好像認識多了很多東西 有時爭取一下 遊行 婦女權益 全民退休保障 都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東西 所以事事關心 合作社精神 不是什麼精神 合作社精神 合作社我們也是有的 合作社周年 我看到你們又帶了一些小賊士來 是的 我們去交流 合作社我們去交流 有同事幾年前去過台灣 合作社一起交流 最近我們去過韓國 整班子妹一起去交流 認識互相 認識其他國家的合作社 所以你在外面做事是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我們上班都是學習的 好像現在內地生 普通話都好一點 自己都好一點 他懂得聽我 以前不敢說 現在說得不好也好 都扭扭你 很明明 所以我想工作中有很多 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突破自己 不斷地進步的元素 這麼正的工作 希望更多社會 喜歡這些計劃 趙先生也很好 他不斷找很多資源 去支持會人才計劃 甚至在互助層面 希望合作社化 令到關股服務進一步 又要開更多會 又是很多社會活動 是時事關心的 是否這樣發展 有甚麼抱負 所以我們希望 將互助服務團隊 進一步提升 希望他們能夠 成為一個合作社 其實他們現在的營運方式 已經是近乎一個合作社的模式 但我們都相信 比他們有更大的自主權 比他們更加覺得 是自己一盤生意去營運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做得更開心 所以我們是會 因為我們現在每個月 都有過八個婦女 去做陪診 又剪頭髮 又教電腦 又清潔 又起居照顧 我們相信 比他們更持續的發展 可能都是要 向你們學習 真是將他們 轉為一個合作社的認識 讓他們有更大的自主權 和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實我很認同 剛才你們的說法 雖然是很忙 但忘得大家是開心 和充實 因為我們在當中 看到家長 他們真的很忙 照顧了家 有時我們跟他們 去分享和談 會不會因為忙 少了時間照顧子女 以至子女好像難教了 但他們反而說不是的 他忙了 有時子女反而會乖 生性了 因為他有時 大腹診 真的會遲了回來 因為可能有時 臨時臨急 不是說走就走得了 回不了來煮飯 女兒可能都未懂煮飯 但可能都會幫忙 媽媽未回來 我幫忙 他們會說 女兒可能會生性了 幫忙煮飯 甚至乎那個弟弟 可能都是六七歲 七八歲 覺得姐姐可能皮膚敏感 浸水又不行 不如我又學洗碗 所以我們會覺得 其實對他們是忙了 他們會覺得更開心更充實 或者他能夠在一個社會裏面 因為如果他純粹是照顧家裡的時候 始終他好像都不覺得是一種工作的感覺 他能夠有回合作社的形式去做一些工作 除了增加家庭有少少收入之外 其實對他整個人的自信心 自尊心 或者整個家庭的成長 我們都覺得是有用的 所以我們的確會覺得 怎樣可以來到 例如理工大學 一直在倡議這種社會經濟 我們可以怎樣讓更多的 受住家庭角色限制的婦女 是更能夠去參與在另類經濟裏面 我想其實那個不斷學習的過程 我們在社會經濟的範疇裏面 每個人都在當中探索出路 我想剛才說 那麼多快樂、開心 以至社區很多支持 在學院裏面 這兩個海報大家都見過 因為去年其實在大學的社區裏面 我們都搞很多的論壇 也有不同的大學 或者不同的社會團體 也有參與過 但我想一來 越來越希望 越聚到多人去關心 但我想今天我們的討論 其實也前瞻地 就是望前一點 即是這麼正的工作 這麼正的附加價值 這種經濟活動 怎樣可以去開展下去呢 如果在目前來說 大家會面對有甚麼困難 或者挑戰的地方 大家可以去談一談 我們繼續在社會經濟的探討裏面 我們可以再著力一點 如何突破這些框框 如果你們覺得有甚麼困難 現在來說就是物價高漲 因為 由去年開始物價越來越升得厲害 我們又不敢加太多價錢給同學負擔 所以都是一種困難 物價以外 趙先生你們的團隊又遇到甚麼 我相信對我們最大的困難 因為始終去營運一個單位 始終是需要有職員 要請人手 要請一些社工 所以我相信我們最大的挑戰 就是怎樣能夠繼續拿到一些資助 讓這些做社區經濟的單位 能夠繼續去支援著 現時我們百多個 我們相信其實是用一種合作社的模式 甚至是兩百個三百個的婦女 都能夠去參與 我們覺得是樂觀的 但最大的挑戰就是 我們怎樣能夠繼續有一些資金 讓我們可以請到社工去繼續營運一個服務單位 我們看到現在的市場經濟 物價高企 貧富懸殊 我們很多金融資本帶動的經濟體系 就爆破很多問題出現 我們其實都很努力去問 出路在哪裏 希望在哪裏 我想今天我們嘗試 有些非一般的經濟計劃 批譽用一個合作社模式 以致互助服務的團隊 如何好好利用人才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最後就少少都宣傳一下 這裏阿影也是幫忙一起 我們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就是自主生活區 我們是何時搞的 這個自主生活區 會在10月4日在理工大學 時間會在12點半至7點 其實生活區內 我們都會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單位 團體來做一個攤位 內容都會很豐富 有不同的有小賣店 有很多有機的產品 趙先生的團隊可能會有非法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很歡迎不同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團體來參與我們今次的活動 我們會在理工的FJ 一走入理工就會見到我們 我們大家去努力一下 令到多些人去認識 以及能夠加入我們社會經濟活動的生活中 這裏我們的主題就是 活出自主生活 今天談到這裏 好 多謝 不會 多謝